因应高温酷暑的天气 花联市公所6月起启动了洒水降温的机制 清洁队的洗街车巡回市区 在街道上洒水降温 市长魏嘉贤也提醒大家 面对越来越炎热的高温天气 民众要做好自我防护的措施 避免热伤害 同时也要补充水分 在炎炎的夏日里做好健康管理 去年天气异常炎热 花联地区持续出现了高温陈设灯号 为了降温 花联市公所在中午时间出动了洒水车 在市区的主要道路来进行洒水降温 从5月6月开始 整个天气已经非常非常炎热 而且是一个极端气候的一个产生 那有地方下大雨 有地方是热到都没有下雨的情况 那在市区的部分 我们从6月开始 就已经只是我们清洁队的部分 在街区的部分 只要有高温警报 马上来做一个洒水降温的一个动作 那从6月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要两个月的时间 那我们也是要提醒所有的民众 那在高温的期间出去记得要防晒 要多补水 那如果有一些身体不适的症状 一定要赶快来休息或通报自己的家人 那我们在工作的部分 也有发生一些同仁因为高温的部分 有不适的状况 所以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 那花蓮室的部分 我们持续的来做 因应超高温的部分 来做洒水降温的动作 那这段时间我们会努力的 把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 那也希望说所有民众一起 延防高温所造成的一些伤害 洒水却经过原本热的发烫的路面 有了冷水降温 感觉上比较凉 最近会不会很热 非常热 那接着这样洒水 清洁对这样洒水有没有用 多少有降个一两度 降个一两度 降温这样子 多少都有用 这样比较不会那么热 华蓮市公所的洒水车 一次出动需要来回四趟以上再选 洒过水的路面能够稍微减温 也能够抑制行车的尘土飞扬 市长温家贤也提醒民众 要做好防晒及补水工作 以免在高温气候之下 出现热伤害的现象 介络会幻市报道